不過還要看看究竟是怎樣 現在只是一個傳聞 不過傳得很厲害 另外就昨天立法會之上 昨天立法會星期三開會 昨天議程 劉小麗順利做了宣誓 不過宣誓完之後 又開始有一些混亂的場面 因為梁仲恒和尤惠晶 都希望進入會議廳之中 做一個宣誓 後來到了大概11時10個字 混亂了一陣子 又暫停會議 她倆 梁仲恒 就跟傳媒說 短期內都不會回到會議室 但在一個小時後 大概12時10個字 看到梁仲恒和尤惠晶 就聯同助理 想嘗試又進入會議室 後來衝突也挺厲害 大家都逼得很厲害 結果就說有六名保安員 受傷需要送院 梁君彥這件事也有報警 會議也因為這樣 而休會到下星期三繼續 今早請來了兩位立法會員 跟我們談談現在最新的進展 兩位立法會議員分別是 有來自民主黨的陶謹申 早晨 早晨 另外還有來自經文聯的梁美芬 早晨 早晨 不如先說昨天立法會的情況 六名保安員受傷時 你們知道甚麼事嗎 那裡是怎樣的 拍攝就不清楚怎樣受傷 你們在現場或附近 見不見到這些 陶仁新鮮 我其實在裡面 因為要求緊急的動議 說釋法 當然會爭吵批不批准 然後應該是… 我旁邊的許智峯 做正常六條 口頭質詢的第一條 說那些選舉當時排長龍 即是進不了票集那些 政府正在回答 因為我們正在做質詢 所以我聽到一些聲音 在最遠的門 完全不知道甚麼事 但看到有些閃燈 我想是一些記者拍照 很吵 有否聽到喊的 有些人說保安也在喊救命 有些人在報道… 這麼具體 聽到很吵 很吵 兩道門都吵到裡面都聽到 梁美芬呢 你的現場見 我比較近 其實應該可以說 兩個場合 我都算是有看到一點 一個是說 阿土他們正在討論的時候 外面很吵 所以我就有走出來看 在兩個門口都有看過 整個一號房 那時候衝擊場面很重要 當然在我們會內已經聽到 吵得很緊要 估計是有些人想衝進來 我在外面問保安 保安當時我已經看到很緊張 其實已經感覺上 他們衝擊那個範圍 他們開始沒有辦法管理到 他們說 這麼多人能進來 在門口 他們說有些可能是自己的議員 有些個別的工作人員 都有份衝擊 情況開始很混亂 其實以往我跟阿土 我想我們都經歷過一些 可能在立法會外面 衝擊 我們都不是說沒有見過 但我覺得 在房間一 即我們議事的第一號房 外面 就沒有試過那麼緊要 還有吵得很緊要 很混亂 接著我進去 我也有聽到部分他們的討論 即是議員在討論 後來我就看到 我自己也看到 秘書長很緊張 知道外面完全混亂 他們收到的消息 似乎已經在討論 可能要暫停會議 最後就休了會 決定報警 我都差不多有聽到 看到他們說很混亂 保安是很大的問題 我沒有走 其實當時他們說休會 我就留在會議廳 留在會議廳 沒多久 大概15分鐘左右 就很緊張 就又抬了一個女保安進來 她進來的時候 我們又沒有醫務人員在 因為我似乎一兩個議員在 抬回到會議室裡面 是呀 抬回到會議室裡面 那時候很空洞 我走去看 其實那位女保安 就是 沒有說話 好像很害怕 也整個人都躺在這裡 其實她應該是受了傷 受了傷 被人暈眩 又暈眩 然後找醫學背景的議員 來幫忙 然後 就醞釀了一段時間 那些急救人員都沒有來 她們整個人躺在這裡 其實衣服都已經搶到很混亂 找些外套蓋著她 然後第二個 她們說 另外一個保安 我每個人都認識 應該是其中一個婦隔人 受了傷 被人暈眩 又暈眩 就抬進來 我認為那男人 即男士 是更重要的 她簡直是在這裡 即是不能說話 但是清醒的 清醒的 其實沒有說話 後來我們的醫學界議員 後來來到 又跟她安慰他們 我們找些保安 那個情況 這個我會覺得很誇張 我覺得很嚴重 後來她們再有 亦再有 如果沒有錯三個 就要抬擔架 更多於三個 所以她們報警 我覺得我是很了解的 其實她們應該第一個抬進來 一有第一個受傷 她們就說 即是要報警 即是沒有辦法處理 我個人有一個留言 我知道昨天也有很多朋友 有興趣說 為何要報警 我作為立法會議員 我們很清楚 立法會的保安 其實她在裡面 她是可以享有執法的權 即是我們盡量不希望警方進來 但是她就手無寸鐵 她們背景很多都很專業 如果作為保安來說 應該是很專業的一批 可能有些有特殊的專業訓練 但她是手無寸鐵的 她真的用身體去維持秩序 當別人如果有心去衝擊的話 她其實都很難處理 對報警的做法 途頑身又怎麼看呢 一般來說 立法會應該有自己的 如果是一些一般程序 或者小混亂 我覺得是不需要報警的 還有那些保安人員 其實是有 在法律上是有一部份的執法權 但是問題是 昨天 秘書長通知主席 就說 那些保安搞不定 搞不定 就變成了保安覺得 其實他們這樣 要認說搞不定 其實都很糊 所以如果她真的覺得搞不定 我覺得你就一定要照警 我覺得 這是一個判斷問題 因為現場 我聽回來 今天要看一些報道 因為那兩位同事的議員 還有她最重要是有十個八個的 或者十幾個 我忘記了 她應該是助理 或者那些 我想應該是助理 因為不然不能去到那個位 那就數一、二、三、五衝 即一、二、三、五衝 變成 如果是這樣 就變成十幾人的某個力 其實是挺厲害的 變成她前面那些 一定要頂住門 所以她已經做不到 那個保安已經 那就是兩個選擇 一個選擇就是 你開門讓她進去 那她便射到力 因為你不是壓死了的位置 如果不是 她不是這樣選擇 就只要報警 去做這個 而且我想她當時 有一個 你看回事後主席的說法 她似乎覺得有些刑事行為 如果有刑事行為 那你報警便可以理解 當然她也要主席 批准警察才能進來 整體來說 對昨天 青年新政兩位的議員 他們的做法 你怎麼看呢 我當然我覺得 這種行為是要譴責的 其實在立法會這麼多 大家議員一定有不同的意見 甚至可能這一次 立法會是要根據她的議事規則 或者主席要根據她的權力 她做了一些裁決 她們有很大的爭議 但也不是要用到這樣的 我覺得那個暴力性 真的非常嚴重 其實我剛才找到那個詞語 其實第一位的保安推進來的時候 衣服是不整的 所以你要想想 就是她一定在裡面 很多拉扯 很多撞擊 那是否要這樣呢 其實她就算是 強力地衝進來 她是不可以進行那個宣誓的 這個 以往我們一樣 有時對立法會主席的裁決 我們也有試過不滿 所以我本人也曾經曾經過過 你有不同的表達方式 不是找那些保安 或者你甚至牽動助手 一起發動 那就真是很影響 我認為公眾對這些行為 都要譴責 陶謹申 你想衝進來 或者任何的 你覺得是爭取於道理 公道的事情 最後最重要是一個原則 起碼我的角度 就是你要顧及其他人的安全 因為保安 只是聽主席命令 他們要守著門 那你就要衝 但因為那裡 後面的門是鎖緊的 以我理解 你不斷押過去 你就沒有顧及別人的安全 我覺得這個是不對的 要嚴厲批評 我反而覺得最重要是 他有十幾個人 如果只有兩個議員 我相信就做不到這樣的傷勢 他是因為有十幾人 或者八個 然後還數一、二、三 你明白嗎 那個力量是很厲害的 那你變成 後面又頂死了 那我心想 我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他的目的是以為我這樣 就能夠撞開 其實只會 大家都有機會受傷 甚至保安最慘 因為那裡的門是硬的 他一撞過去 就自然會頂住 當然我不敢全面判斷所有事 因為你知道現在 那裡其實很窄 都沒有什麼人可以掌握到 甚至我們有些同事 無論是建制派 或不是建制派的同事 都想去安裝一下 看看有什麼事 不如梁美芬也出去安裝一下 我們有些同事也去 但看不到 因為全部都是一堆人 你只看到 但我覺得這個是不對的 他們要承擔責任 其實你們能否掌握到 青年新政的部署 因為以往有時都說 會一起開會就談 這件事 昨天那種 我應該跟你說 我們沒有跟他開會 因為他從來都不參加 我們所謂民主派會議 他們其實在立場 原則各方面 其實他對我們很有意見 甚至我覺得 他其實很討厭我們 很討厭我們 但上星期有些人互送 民主黨無份 那裡是否曾經坐在一起 他應該這樣 他沒有來正式我們的會 有一次他想來幾分鐘 只說他想做什麼 之後我就叫他出去 他說那次很尷尬 但他沒有問,就進來了 我問我們來做什麼 他說他想講解一下 他打算怎樣做 於是後來有些同事都不反對 他就坐在那裡說了五分鐘 然後就出去,我們自己討論 好 我想他有個別的同事 他沒有那麼討厭 這個你說是民主黨 還是整體泛民 泛民之中 好 他不會跟民主黨 他就會通知一些同事 他的想法 記住,他不是跟那些議員討論 而我了解就是 他總之,我要做什麼 你幫忙嗎 你做不做 你決定吧 純粹是這樣 有些同事都覺得 他們可能覺得 某些原則立場都很接近 是可以支持的 那他就幫他 算不算畫清界線嗎 現在,例如你剛才有批評他們的行為 我從來跟你 跟梁美芬都不會畫清界線 有嗎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中間人與人之間 你一輩子漏漏漏 我怎麼知道我所有意見 和你是不是完結 我要所有意見 和你畫清界線 即是我見到 見面的人都和你不打招呼 那我就不會 我最重要的是 你不對,我就批評你 那我不對,你就批評我 那如果我覺得 有些人做得對 就算你很討厭 我也一樣支持 因為這是原則的問題 因為政治 你不是說 我個人交朋友 那麼簡單 我是代表一些公眾的立場 我認為那個是否對 我要為我自己的言論負責 如果你對,我支持你 你不對,我反對你 就這樣 各位聽眾可以打來和我們聊 172311 對於昨天青年新政 有游慧晶和梁仲恆 昨天的行為怎麼看 我打來談 172311 就說有六個保安員 因為衝擊中受傷 所以要送院的 梁君彥報警 怎麼看的處理 都可以打來談 172311 另外一個議題 大家都很關注 是否真的會有釋法 現在傳得很厲害 可能這幾天都會明朗發 因為今天其實香港這邊 法庭就要處理 有關政府之前提及的司法程序 問一下兩位 我先說回 昨天我就要求在立法會 一個緊急的動議 就討論釋法 就被議員暢所欲言 以及也使得 社會知道議員 究竟是什麼立場 正式紀錄 以及人大常委 如果他真的有考慮釋法 或者考慮不釋法 他都有一個基礎 就不只是參考基本法委員會 或者特區政府的意見 但是很好笑 我們的主席梁君彥 他就說 陶謹申 這個還沒發生 不是事實 我心想 如果米二成催 那你討論來做什麼 當然也有一點點意義 那也糟糕了 所以 你說是否事實 他的議程是保密的 他就不告訴你 你想想 不斷追著梁愛詩 去捉賊 梁愛詩都說不行 很煩厭 為什麼呢 他不能說 可能是保密的責任 於是現在整個社會都在討論 我現在上來 昨天都在討論 那些國際傳媒 每天都在討論 每天都在討論 應該不只在香港 但是我們立法會 主席就說 還沒發生 還不能討論 那你說多荒謬 現在就這麼荒謬 就是社會 立法會可能還沒談到 這裏我就很想問一問 怎麼看 我不會說 梁美芬說一聲 是不是真的事在必行 現在傳的風就好像正來 這個釋法 會不會釋法的問題 其實我想 因為我自己也是研究《基本法》 很多時候都有機會 跟內地這方面的專家 甚至有時候在這方面 可能有些影響的 不同的朋友 都是很多交流的 其實這個問題 在二月已經開始談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為什麼這些港獨的人 都可以參加香港的立法會選舉 二月已經釋法 二月就是補選的時候 是不是 新冬 如果沒有記錯 是不是二月 應該是有一種很憤怒 為什麼香港的制度 為什麼會讓港獨的人 可以參選 可以做立法會議員 但是因為 你知道那時候 他的勝算 不是很高 那時候 楊岳橋 他們集體也是支持 聽到 但是 我自己是估計 這個真是純粹我個人 看到整個過程 應該已經開始有研究 為什麼香港是這樣 你們的法律 為什麼會這樣 你們的制度 為什麼會這樣 他們是接受不到 這個不是去到很官方 已經有個氣氛 為什麼香港一國兩制 會容許那些人 港獨都可以參選 那時候 那時候被他們參選 然後 又停了一段時間 這些氣氛 不知道他們 是不是繼續在討論 這些事情 在研究中 到了梁天琦 不能參選 那時候 比較控洞 因為不只是梁天琦 去參選 又有一些其他人 在那個情況 後來 有個別不同的選舉主任 有些人 梁天琦 不能參選 其他人 有得參選 而其他有得參選 那些 又經常 開口牌 都好像是說 我自己 差不多是 他們是港獨 要不就是 香港民族要自決 經常都是要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 其實他們 這樣做 就是有些火上加油 那時候又聽到了 為什麼又可以 你們的制度是怎樣 真是質問 為什麼一國兩制 你們的制度 完全不保障 就是國家主權和統一 這樣 大家不是說 教育出了問題嗎 我們其實 都是有勸 希望 就是 希望這些事 這些人 就局限在很少數 我都有時 所以剛才你說 我們整天同盟主派 主流 我們這樣形容會好些 就是談 真的不要踩進去 他們那裡 很大劑 因為差不多時間 很快就去新聞 不如大家回答你 其實你對於這個 如果現在這一刻做釋法的話 你個人是否支持 我自己認為這一刻做是不適合的 你問我 我一直都說 現在是最不適合的時間 最不適合的時間 最不適合的時間 應該是引發到 可能就是覺得 你這樣 去到這樣 給足機會 都會發生這些事情 這些人 怎麼做立法會議員 這件事情 我覺得 我自己從我很熟悉 一直看這件事的發展 他一定會有 一些清晰的態度去表示 可能他覺得 香港 你們一國兩制 你們自己都完全不理我們 他不只是說 哪裡 不只是說立法會議員 民主派 他覺得 香港社會 為何會這樣 你們都不保障 有些這樣的問題 所以 待會再分析 好 讓陶瑩生簡單說說 怎樣看 簡單說 我反對釋法 原因很簡單 就是 為何我都覺得 這次是特別差的 就是 因為你特首 做那個 申請人 和律政司司長 是代表政府 一個首長 和一個政府 你去法院 就認為法院 是法院適合處理 所以如果我覺得 上面 也要尊重一下 起碼也尊重一下 特區政府的判斷 若果強這幾天都還說 應該香港法院搞定 可以處理這件事 因為香港法院的體系 是連接 如果他真的覺得 有些事情 需要尋求上釋法 他可以有途徑 這就是一個 基本法裡的途徑 現在你零零細細 你正在審查 然後突然釋法 以後就是 總之你不喜歡 你就釋法 香港還有司法獨立 聽眾可以打來談談 1872311 你又怎樣看呢 和我們分享一下 如果你熟悉機制 釋法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情況出現過 過往 有就是在判決完了 六個月 吳嘉玲就釋法了 因為政府或者中央都覺得 法院某一些看法 和他認為基本法的解釋不同 他們應該認為人口問題 涉及中央地方關係 另外一些就是在政改 政改就完全沒有訴訟 中央主動就著一些爭議 特別是2007年或以後 究竟包括不包括2007年 所以釋法一定是解釋法律 更加深層次去解釋 他認為立法原意當日是怎樣 因為這個的確是普通法 和中國法律很不同的地方 他們很重視那個立法原意 唯一一個試過就是 由法院自己真的引用 158條第三款 即是說案件正在審判的時候 香港的法庭決定 應該中宗審法院決定 要尋求人大釋法 那個就很明顯就是 其實在審訊的過程 其實都有很多的蛛絲馬跡 我記得外交部出過三封信 公開信 就說這個是外交問題 如果外交問題和國防問題 就是屬於國家行為 在基本法19條第三款 是說香港法院是沒有管轄權 他審了 審到最後就是中審法院3比2 覺得真的這個問題 是給回中央人民政府的責任 他就正式根據158條3 反彈這次呢 反彈這次呢 這次大家這樣去看 其實我認為都近江果 在某一個程度 因為香港人怎樣看 就聽聽大家怎樣看 但是我覺得這一次又有 但是在民情上 就像外融居港權案 就是民間都很想釋法 或者是雙非英 但是後來法院 就引用了其他基本法的條文 就做了判決 判決 尤其是外融居港權 市民就接納了 沒有引導另一個風波 為何這次像江果案 江果案 就是牽涉到中央認為 一定是跟他的 起碼是中央地方關係 甚至是屬於中央人民政府的責任 這是158條裡面 有兩個範圍 他一定是 我們稱為 assert jurisdiction 即是說中央認為 一定是跟他有關 是由他去說 這次是說到港獨 港獨 或者是有一些行徑 包括我自己 這個有很多討論 譬如他有說香港民族自決 我認為都是港獨的一種表達 這些他認為是超出了兩制 起碼就是中央地方關係 就算不僅是中央人民政府責任 但現在一定是中央地方關係 因為是在香港發生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就會評判 為何在江果案 外交部駐港專員公署 都三封公開信 就是他就擔心 你不理解 但是現在就開始有開口牌 你記不記得 這幾天 開口牌就開始說 這個就是過了一個兩制底線 什麼叫過一個兩制底線 就是主權的問題 按你的思路 是否應該由香港法庭一路處理 去到中審法院 就等香港法庭喊人大釋法 用這種方向 其實這個 是會比較 雖然在江果案 中審法院主動提出釋法 民間都有反對他們 有罵他們 但是似乎 其實都可以 後來大家接受 我自己本人 都接受中審法院 他去提出 因為我覺得 的確 外交問題是重要的 這次 如果他可以 是由法院去主動提出 當然 就會好些 但是我又看到 這次的浪 可能比江果案更大 江果案 其實香港人 又不是很入獄 就是爭取爭爭 就不喜歡你釋法 大家說一下 就要明白 但是這次不是 這次中央入獄 中央很關心 即是你覺得 始終都應該 都要有一次釋法 我認為 問題是哪個時間 他會就著一些 在主權問題上的陳述 包括自決這些 一定會有一次很清晰 他的立場表態 透過釋法做 是釋法還是白皮書 我想也是一樣有可能 我自己真的這樣判斷 陶謹申 我首先要很小心 因為 我們是大電波 其實法院正在審案 今早正正在開審 我們如果有任何行為 至少我覺得自覺 如果是影響他 我也是不應該做的 所以我就想清楚 我會說什麼 如果大家猛話 尤其是梁議員說 始終都要釋法 或者用158的程序 法院自己來 其實你問我 158裡面 第一 就是到終審 或者不可逆轉的終極判決 第二 就是那個一定要 跟自治範圍以外 即是中央的權力 或者中央與特區的關係 光果案都很清楚 跟外交有關 但問題就是 終審法院主動尋求 正如說 所有的 就是保持我們的司法體系 就是在審案的時候 就是法院 覺得自己 是否應該可以解釋 或者是否跟中央有關 他不應該自己做終極解釋 這個是在司法體系裡面 亦都在基本法的體系裡面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不肯說 現在就已經說 什麼 前幾天說 政府消息人士說 釋法不可避免 那些事情 你一是就說 那個法院 我不管法院 自己做 那你就是有威脅的成分 如果你說 不是啊 你法院 我讓你法院去做 不過你法院去做到那裡 你就好自己釋法 去尋求人大釋法 一樣是你 那究竟那個法官 中審法官 是不是覺得那個是自治範圍呢 譬如 宣誓是否呢 這些 到那時候 他可能自己要考慮 當然如果他做錯了 那時候可能人大會說 你這樣也可以 你說這些是自治範圍 那他就馬上會 馬上釋法也可以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一定要尊重 現在的基本法的框架 他法院的司法獨立 這個才是能夠令到香港繼續 全世界人相信是一國兩制 就是這樣 我想現在很重要就是 無論最後發生了什麼事 人都是很客觀地 冷靜地去看 你是不是有道理 你是不是自治範圍 你都硬懂 甚至如果你是為了針對某個案 而是去到釋法的程度 根本就好像等於判案一樣 你都不是釋法 其實你是等於說 有一件事我不 我預計 我都是不要讓他判錯了 我自己搞定他 那這個人就會覺得 這樣還需要法院 還需要訴訟 這次最慘的是 還是政府提出 要相信法院的制度 我想這個就很重要了 我自己就會看 坊間的焦點 都是針對這個案件 我自己一直看 我相信 所謂的宣誓 只是一個引發更加顯性的討論 我相信 就算有任何這方面 它說到釋法 我覺得不會像我自己想的 只是說這些宣誓 我認為 這應該是比較寬的問題 但究竟用什麼形式 我自己就沒有這個水晶球 我想 大家只可以說 我們都很希望 其實 香港 其實我一直都說 香港一國兩制 如果我們在自己 在香港這個層面上 自己多些考慮 一國兩制怎樣去相處 如果有時用到 你已經通過一國兩制的底線 尤其是我覺得 為何說是 突破事件 剛才我提到2月 你提到那些 這麼冒犯華人 甚至你提到 他們可能覺得 你這些人 已經完全在講 港獨 分離主義 這些是很大的 所以那個不只是 一個宣誓的問題 你的意思是 如果真的有釋法 都不止第104條 我認為 它一定不是 我覺得不只是針對 例如阿土說 現在在想法院 我想這個 所謂的宣誓事件 肯定只是一個觸發點 他們一向 我知道 在考慮的問題 是比較寬的 適度的層面會怎樣 禁止所有提過港獨的人 去選進入立法會 我真的不知道 具體 因為這個 我覺得他們 是屬於主權的東西 我剛才說 這個跟宣誓 已經是超出 覺得香港的制度 是不保障 他們的主權完整 可以容許 分離主義的人 他們可能用的字 是為所欲為的 甚至入了立法會 所以是比較寬 不像你只想宣誓的問題 陶謹申 我覺得是這樣的 1581 《基本法》就說 本法的解釋權 是屬於人大常委 所以我們都尊重 它是有這個解釋 基本法的權 但問題是 你想想現在 如果真的是 梁美芬所說的 又解釋得這麼寬 然後 然後 很秘密地 48小時就做了 香港人 是不能參與的 當然你說 他們說 我的權在這裡 但至少你也不要秘密開會 你記住 現在好笑 人們問《基本法委員會》 你是不是想開會 我私隱 怎麼告訴你 我的行程 怎麼跟你說 更加不要說 別人問《基本法委員會》 的委員 在上远北京 追著來問 有沒有擺內議程 會不會討論 連香港人 什麼都不知道 蒙在鼓裡 然後突然說 記住 他是諮詢了這六個香港委員 而這六個香港委員 就猶如 仿如 好像代表了 香港人的意見 或者甚至是法律界的意見 來到去 認為 應不應該釋法 釋得多闊 對不對 記住 他的正式制度 就是兼法委員會 你問我 我甚至問一個問題 他要不要問特區政府 就是 如果問 又是否正式程序 特區政府 政府是否需要跟香港人交代 他其實在這次 如果是問他 釋法 無論是寬一點 究竟是否贊成反對 又不需要問責 又不需要說 然後已經說到 星期一 李菲最新消息 什麼獨家說 出來解釋 為什麼呢 星期日就關閉 星期一就來解釋 完全是 物中之物 保物中之保物 一個黑洞 就做了 突然看一看 原來這條法律 是這樣的 至少 是不是都應該 有些 令香港人有可能性 去討論 甚至 法律界 甚至立法會 你想想 梁君賢說 都不是事實 不能討論 連立法會 正式紀錄 辯論一次都沒有 這樣就做了 已經做完了 我覺得 這是不是一個好的 這樣去行使 人大常委 行使158 解釋權的一個程序 我不禁要這樣質問 158條第一款 那個問題 就是在 吳嘉寧案之後 又出了一個 叫做留港容案 就是 中審法院 自己都會同意 和承認 全國人大常委會 他不是一定 在有案件 由香港的法院 去提請 即是說 他有憲政的權力 他認為 牽涉到 有需要的話 他釋法 我們香港的角度來講 當然大家 會接受第三段 就是說 你是中央政府責任 和中央與地方關係 其實我認為 在港獨這個問題上 是符合的 真的符合的 因為 我們一開始 曾經說 其實《基本法》第一條 就真的不用釋法 我也有說過 因為沒有任何人 去解讀《基本法》第一條 會解讀其他的解釋 即是說 香港一定是中國的一部分 你沒有理由 會解釋其他的事情 所以 我認為 他是 就著有很多 叫做 相關的 你可否說 我批評了 我覺得現在這樣的程序 睡醒覺就發生了 甚麼都不知道 我覺得對香港人不公道 對全世界都不公道 程序 我想 你看回《基本法》 他那個釋法 其實就不是一個香港的制度 在香港的機制 只不過在《基本法》裡 就重複 在《憲法》裡 《六十七條》第四款 放回香港的法律裡 就是他有這個解釋權 所以整個機制 根本是跟中國的機制 就不是香港的機制 他什麼時候會有香港的部分 就是由法院去澄清 那你是不是贊成 人大常委可以絕對閉門 然後諮商了《基本法》 我不是贊成 我告訴你 很多事情可以做得更好 你可以推動他 來更加開放一點 很簡單 如果他真的要認識 中央與特區政府關係的條文 那他有權 他說這些 你法院也不應該要尋求我 那你香港也要給點意見 我其實一向都覺得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洪溝 我覺得他們下來 跟香港人談談 甚至議員談談 不是 你是時候 很簡單 那六個香港的所謂香港委員 是他委任的 現在他究竟是否去做那件事 也不知道 還有 正式程序裡面 究竟有沒有問特區政府 也不知道 其實有機會 連特區都… 記住 梁振英說我要處理香港一些事情 所以我就不上去 我以為他應該上去 不過就不是參加那個會 要答應另外一些事情 為什麼 我稍後也會問首長 你怎麼看 因為那檔攤是你管的 會有什麼影響 我開玩笑地說 譬如你說 中央突然說 我現在要釋法 我發現葡萄島有戰略價值 不行 香港不包葡萄島 突然葡萄島的居民 說有地 突然變成中國內地的地契 是不是可以 你也要問問特首 整個情緒沒有 原來香港什麼參與都沒有 那我不同意 他們一定不會做到葡萄島 不是 舉例 你明白 因為你不知道 你記住所有權在他 他懂什麼都可以 不是懂什麼都可以 那個釋法 也要符合基本法的框架 所以葡萄島是香港的一部分 香港是一國兩制 他說軍事就是他 葡萄島有軍事價值 來給你分享 我舉例 我不是恐嚇葡萄島的居民 我覺得 在我自己一直都挺欣賞 《基本法》起草的時候 1985年到1990年 各黨各派不同 經濟利益什麼 是有機會 在一個比較開放的態度 去討論問題 而事實上 你看到《基本法》有些條文 也是真的尊重了 接納了 因為大家有機會 去說服對方 最有利的討論 所以這些情況 我認為我們可以推動 你未必是一個機制上 未必接受 很難的 但是如果你說用回 好像諮詢委員會的時候 一個情況 你有一些這麼大的議題 既然他是這麼不能接受 其實很早的了 因為我們是這方面的專業 經常有機會溝通 應該多些讓香港人知道 可能市民是歡迎的 為什麼 市民的民情這次 是跟我也說 跟愛蓉居港權那次很接近 是很想釋法的 有不少 是 我自己收到很多訊息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 那個溝通 是可以是好些的 我想問一個問題 剛才看到兩位 其實都覺得在現階段 這個時候釋法 你們都是反對的 覺得不是一個適合的時候 這個 會不會考慮 跨黨派立法會議員 做個聯署也好 其實這個應該的 做個議案 會不會 梁美芬會不會都一起聯署 我就是不流行這些事 就用聯署 因為聯署 也是另一方面 有機會是 那件事會 會 現在我覺得牽涉到 其實我倒轉 我想拉回他們民主黨 過來我們這邊一點 有時候 你們都是很清晰 我有時候也有意無意話 你們現在三個攝影機 在立法會 為什麼呢 不想 都不想 你說在反對派 或者泛民 推到他們去那邊 因為我們始終有很多人 是要有些事情 要有大家有 所以要尋求大家共識 對 大家可以表達意見 現在一段 不要釋法 現在你也是有表達意見 有表達意見 有些頻道是可以說的 而他們 我覺得有時候說 都是保護有主權 尊重這個主權 特區政府要表達 既然他是入稟 他應該要跟中央 袁國強又表達 梁振英又說過 他要正式 這樣就最慘了兩個 政府消息人士當然不是袁國強 就說什麼釋法難 不能避免 應該就是力挽狂難 就是 立法會議員絕大多數 加上特區政府 都是表達向中央 我們真的不希望釋法 你能夠想想 會不會支持 我想聯署就不適合 其實我們已經在不同場合 有表達這些意見 但是 我不知道他們 因為這個官司 他們正在進行 究竟那些律師 到時候又如何考慮 所以 就算過往我們說出現這些情況 他們有些人 一樣是跟回 他自己認為可以贏 他根本不用提 提出你的問題 所以你要看看 今天的聽眾是怎樣 我認為 聽聽聽聽聽的意見 有聽眾也一起討論 有兩位嘉賓直播室 在這裡 有陶近新和梁美芬 桌面上有個議統 請兩位大喜 聽聽聽聽聽聽關先生 你好 你好 早晨 關先生請說 我本身是80後 我想想想 我這次是兩邊都不說 因為其實他們兩邊都 其實都不是 不是說 做得很恰當的 其實 但是那個問題是 我覺得 最大元空肯定是憲體派 因為那個問題 第一 你講 第一 他這次元空肯定是梁君妍 他做出來的事情 像一個立法會主席嗎 這是第一條問題 他人不像人鬼 不像鬼 那怎麼搞呢 什麼意思來講 裁決嗎 他不讓他和他監製 根本就是 上次陶近新說過 他根本就不適合做立法會主席 問題是 我覺得泛民那三十個議員 就一定要一起聯署 要迫使那個梁君妍辭職 不信任道理我就知道了 但問題是 你至少要搞一個 你首先要搞那個聯署 你這麼快跳了一個步驟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我會要求梁君妍 再加上所有三十九個建制派議員辭職 因為第一 他那三十九個建制派絕對是幫兇 問題是 你不搞這件事 你給很老實 那你們是不是港獨的幫兇呢 你們是不是港獨的幫兇呢 你們是不是在縱容這些 你這樣說三十九個要辭職 我當然要回應你 我都要有那個 關先生也沒有說過 關先生請港獨 你這麼快說人家是港獨 他這樣套我們 捆綁我們三十九個人 他建議你要辭職 聽關先生說兩句 我請兩位回應 關先生完成你的 我會面對我的支持者 我的支持者支持我這次的決定 所以你不要開口埋口 就說三十九個議員要辭職 因為每一個議員都是代表我們的支持者 是很清晰的意見 因為這次是超越了 他們根本在冒犯全球的華人 那個事件是完全不同的 你不時政不要緊 但你不要馬上說人家港獨 關先生也沒有說過任何這個問題 他兩邊都不幫他 兩邊是甚麼 你要說清楚 你不可以一開始 陶近新簡單回應一下 他對梁君彥的批評 十幾秒而已 很簡單 我覺得他真的不適合做主席 甚至有些建制派都跟我說 尿尿頭 不過沒有辦法 他現在正在做 那怎麼辦 我們都叫他下台 希望他自己辭職 這個話題我們在九點鐘之後 繼續香港電台第一台 千禧年代會繼續 請各位可以繼續打理 17231 今次要多謝兩位出席的立法會議員 分別有梁美芬和陶近新 多謝兩位出席 九點鐘之後 香港電台第一台 繼續有千禧年代節目 繼續打理 美國的頂局 多謝兩位出席 0個腳